重機騎士騎經快速道路 閃過前方一起擦撞車禍 卻沒看見前方大貨車回轉 來不及煞車自撞車斗 重摔倒地 地上還出現一灘一台霧 重機警險一撞 後方轎車駕駛嚇壞 還好幾秒鐘後 騎士命大自行爬起 上個月31號早上9點多 28歲的周姓騎士 騎著重機在新北市新店環河路 往碧潭方向 疑似因為前方車禍擋住視線 不慎擦撞回轉中的大貨車車斗 大型重型機車這個騎士 因為未保持安全距離 以至於它撞到 該大貨車的左後方的車斗 幸好騎士身穿防摔衣 摔車後只有輕傷 只是昂貴黃牌重機水箱破裂 光是維修費就至少10萬元 新店環河快速道路車速不悶 經常發生大小車禍 用路人行經此路段 還是得注意安全 便因為趕時間拿生命開玩笑 記者黃天耀 張磊俊 吳子怡新北報導 抬擊唐黨 抬擊唐磊俊 抬擊唐拨 迪塞 變成 涮